近來,記者採訪了按摩物發明人老陽,提及為何不與竹肉店合作的問題。 老陽笑笑口感達到,他朋友正經營著一家竹肉養生管理鎖店,都曾使用過他的產品,並獲得了極佳的效果。 記者追問有沒有合作時,老陽再次展顏一笑,吸出了令人深思的答覆。 他說,如果你是竹肉店老闆,你要養活幾百名員工。如果顧客沒有購買按摩物,他們可能每月還光顧幾次。 但是一旦他們購買了按摩物,可能就再都不會要竹肉按摩服務了。 老陽繼續說道,我們的全式按摩物產品競爭力好強,很多中醫養生管和竹肉店,都對我們保持著警惕。 他們深知我們產品的功能,只願意為自己同企人購買,合作對他們來說是個謠不可及的選擇。 記者追問點拓展市場,老陽軒開感表示,好的產品有時需要,市場審視和用戶口碑的檢驗。 一個新的發明是需要時間才會給多些消費者認可。 他堅信,在沒多久的將來,赤東傳適我阿密,必將在國內掀起一波熱潮。 老陽的智慧拒絕與開放心態令人欣賠。 他堅持高品質的產品,並相信市場的力量,將將他創新產品帶向更輝煌的未來。 我們期待更多好似老陽的智慧創新者和赤月產品的出現,為老百姓的生活帶來獨特的大好體驗。 我們期待。 我們期待。